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利暴天官劉天祥 因為貪贓受賄,就被白賢王打死了 接著白賢王又下令將判仁尾混入監 沒有他的命令,誰都不准提審 兩邊的警察嚇得像木頭公仔一樣 便嘴唸了一聲,手腳都不會動 他們害怕,什麼都有 天官大人正是升堂審案 拼,就將主審的大人拼死了 等待你方不是輪到拼我們 一直等到白賢王走出去大堂 這些人才抹了整額汗 趕快抬開屍首,鎖起判仁尾,送走楊陸郎 現在說白賢王,他離開了衙門大堂,回去南清宮 喚好朝伏,騎馬直奔五門,吩咐太監陳臨,通知金聯寶殿的殿頭官 即是電頭官用今天的說話來說即是直斑 叫他擊虎敲宗,請皇帝登殿 於是電頭官先打龍鳳鼓,再敲景陽宗 喧啟噹,喽咚唧唷, bends, 1919 phi 爽啷宗, 0,00,kingبد 送太總在聽到聲音, FOUS 出了甚麼事 急急忙忙著長老公,出來金聯寶殿 文武百官亦趕到來排班 whenever we sit then 就问,谁激鼓孝宗啊? 白延王怒气冲冲,快步行上金殿, 他说,万岁,是我请你, 王宅有什么事呢? 我来请罪啊? 呵呵呵,王宅你犯了什么罪啊? 因为你有皇上你的圣旨, 我擅自处罚了朝廷令官, 我将尼暴天官刘天祥, 打死了, 哎呀,王宅, 你为什么事要打死刘天祥啊? 万岁,因为他利欲坤心, 贪庄罕法, 是吗? 他贪了谁的庄, 罕了什么法啊? 他贪了潘家的庄, 罕了大宋朝的国法, 噢, 怎样呢,怎样呢? 哎呀, 王宅, 朕任命楼天祥审案, 他就算是对杨延超动起刑法, 你也不能够说他是受了贵的, 曼瑞, 我在刘天祥的身上, 收拾了一张礼丹, 皇上一看就明白了, 八言王讲完, 就把西公娘娘那张礼丹呈上去给宋太宗, 宋太宗接过来一看, 哎呀, 当场面都红了, 他心想, 哎呀, 爱妃呀爱妃, 你这么不生性啊, 在这个时候, 送礼又怎么行呢? 偏偏你这张礼丹, 还落在皇宅的手上, 哎呀, 那叫孤王怎么说话好啊? 八言王见到宋太宗红起臉不出声, 跟着又逼他一句, 曼瑞, 我打死那个庄官, 对不对? 哎呀呀呀呀, 宋太宗又不敢说不对的, 如果他在拼头, 八言王就会将西公娘娘行会的事穿描出来了, 那还落得台吗? 现在八言王武中西公娘娘点出来就算给面了, 八言王就说了, 曼瑞, 请你再派个人来审案, 好啊, 好啊, 众卿家, 你们有哪位出来请子愿意审你潘洋这件案? 所有的文武官员都不出声, 个个都想, 这件案是没有法子审的, 杨家打输了官司, 八言王就实不肯过你, 潘家如果输了, 西公娘娘的实跟你拼命, 皇上的实劏了你, 哎呀, 哎呀, 不是啦, 审不够的, 你看, 已经死了个楼天墙了, 不要出声啦, 好了, 闲话休提, 就是这样一年三日, 宋太宗一登殿, 头一件事就问有没有人请子审你潘洋案, 三日都没有人出声, 宋太宗的心高兴, 没人敢审, 这件案就放下来先, 过得差不多了, 找个藉口就可以将潘太师放出来了, 但是八言王就心急, 糟了, 没人敢审问, 这件案何时已得了结, 到了第四日, 宋太宗就照例问有没有人请子, 问完就以为满朝文武就照例不出声, 哈, 谁知今天不同了, 有人开声, 他一问完, 只见丞相王延宁出班启就说, 万岁, 神有事品咒, 哦, 王延商, 你愿意审潘洋案吗? 不是, 老臣没有这样的本事, 那你有什么事呢? 万岁, 老臣认为审你潘洋案, 我们满朝文武官员都是不称职的了, 何故呢? 因为我们和潘太师羊郡马一堂共事这么多年了, 朝见口晚见面, 不是和潘家好朋友, 就是和羊家有交情, 好难说不偏埋一遍的, 方且审不备, 还要担风险, 故事就没有人愿意审了, 八言王一听不高兴了, 他说, 王延商, 叫你这么说, 这件案就永世审不清的了, 非也, 非也, 老臣正是想推荐一个人来审你这件案, 此人和朝上的官员并无半点牵连, 如果任用此人, 潘洋案必定能够审得清的, 宋太宗的心就鼓鼓声, 王延宁你真是多事的, 没有人审就算数了, 又要不要在外面请人回审呢, 八言王听了就欢喜了, 他说, 哎呀呀, 好极了, 好极了, 王延商, 你想推荐谁呢, 老臣要推荐的人, 但是夏归院的怨令, 他姓扣名准, 自评众, 扣准啊, 是扣准, 夏归院本来是一家道策如麻的地方, 加之以年年灾荒, 那百姓卖儿卖女, 苦不堪言, 但是自从扣准到任之后, 就将夏归院治理得五谷封登, 百姓封意足食, 路不十为了, 他为官清廉, 爱民如子, 曾经几次调他去第二个院任职, 但是夏归院的百姓都再三挽扭, 所以他连起在夏归院做了三饮, 即是九年的怨令, 他审判过无数那么多奇案, 外号叫做一堂清, 百姓有口皆碑, 都称呼他做扣清天的, 八燕王越听越高兴, 他说, 万岁, 那就请你立刻下一道圣旨, 调扣准来京师, 宋太宗宗太宗令头, 他说, 他是区区一个七品小怨令 怎么能够调来京师的呢 官籍秘小 金殿之上没有他蜡烛之地的 孟帅没错 他的官是小 不能够来朝见皇上你 不过皇上你可以加封他的 王侄 你又说得容易了 他这些功劳都没有 怎么能够加封他呢 万岁有办法 你可以用金牌章的调例 叫他审案先 审清楚了 再加封也可以 各位 金牌这件事 只是皇帝才有的 见到金牌 就好像见到皇帝本人一样的了 一般的事情 落到圣旨就可以 只有极其重要 又极其紧急的事才用到金牌 八燕王想到这个主意 就说想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把扣准调到京师 宋太宗听见八燕王这么说 我心就想 好啊 见到金牌 扣准 他一定会吓死来都可以 你叫我吊 我就吊 拿面金牌 他吓死了他就更好 免得他来都找麻烦 于是宋太宗 拿出一面金牌 问了 派哪个去调扣准好呢 有个殿前太监 叫做李成 他走上一步 路财 愿去 八燕王一体 好 这个人忠厚老实 不错 就对李成说了 你要速去速回 宋太宗亦同意 就交了面金牌给他 李成就拜别皇上 带着两个小太监 骑着快马 就起程去下归院了 这一日 他们来到下归院城 有个小太监就说了 公公 我去院衙门通知一声 叫扣准来接你老人家 不用了 不用了 王丞相说 扣准这个人 几有本事 将下归院治理得好好 我们进城看看先 哦 那李成他们就进城了 骑着马 就一路走一路看 这座院城就不大 街道干净 房屋齐整 市面是很热闹的 来往的行人都是彬彬有礼 店铺 店铺 店舖多了 布铺 布铺 纠缎铺 米铺 雜货铺 药材铺 茶楼 饭碟 应有 尽有 有一片太平繁榮的景象 理成一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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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看来这个扣准是有两度的 只是看市面 就看出扣准像是清官 不过这样 你硬清都好 已经做了九年之丸了 小极手头都会有一万几千的 一进衙门一看就知道了 于是理成就对那两个小太监说 喂 你们去问一下 院衙门在哪里来 公公先让我们问过人 就一直走 过了十字路口 转了右手边就见到衙门 嗯 走啦 理成他们三个人来到院衙门前面 下了马 一看 只见门前冷冷清清近都没过 好像一间庙那样 大门打开了 门口左边挂住个鼓 右边就挂住面罗 那个名冤鼓 有一边都打穿了 那面罗呢 亦都是打拆了的 理成我心想 哦 这间是院衙门啊 哈 进去看看才行 那么他进了大门 走几步就是大堂了 这间大堂啊 哎呀 你们看一下 那些灰尘呢 足足有整个铜钱那么厚 都好像没有人在那里住这样的 那张公案呢 好残疚的了 原来由什么识的都看不出来 理成对那两个小太监 小太监说 怕是院衙门搬了屋都不顶了 你们去后面叫两声 找着个看屋的人来问一下 看看衙门搬了去哪里 小太监就去后面叫了几声 没有人应 理成就说了 实是搬了屋了 我们走了 三个人牵着马 离开了院衙门 走了没几步 有个大只佬迎面 一边走过来 这个大只佬 三个肩宽背后 面色纸红 手挽着竹篮 一边走一边叫 波波啊吹 粒粒啊吹 好漂亮的咸吹花生卖 理成就叫他 喂 你这个大只佬走过来 哦来了 光顾买的咸吹花生是吗 不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你 阮衙门在哪里 这间不是 哦 这间就是 扣准是不是在里头住 那个大只佬听理成这样说的心就不高兴了 哼你这么大胆 竟然连我们大老爷的官名你都随便叫 他想发火的了 只在一看 嗯 看到理成的衣着这么漂亮 都不知道什么达官贵人来 所以他就按住把火 他说了 我们大老爷就在后面住 是吗 后面不见人啊 好久都没有人来打官司了 我们有空到什么 又又闲 没有事做 这两天大老爷又出了城外监工 那里建一道桥 现在 其实现在都怕他回来的了 先让你们喊过怕他听不到的 这大老爷还跟我们想了个论 叫我们平时去做小馆生意 何时有事了 激古升堂了 那才回衙门站班 哦 你都是在衙门当差的吗 是啊 我是大刀头来的 我叫做刘超 那你在衙门当大刀头 还出来卖咸脆花生的吗 嘿嘿嘿 什么赚几个钱 来养我们大老爷啊 咦 是不是呀 喂 你整个心想了 是不是真的 三班牙翼大刀头 在院城里头 都称得上是个土皇帝的了 他还用出来做小馆生意 卖咸脆花生 不行不行 我还要去探听一下才行 说不定扣准此人很诡异的 特意整饰整水都不定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大班人 走到衙门前面大声地叫 你们两个不要打了 有冤枉就去衙门说 是啦 冤枉啊 只要有个年轻人叫了一声 然后就拿起一支鼓锤 对着个烂鼓 砰 就出力打了一下 先头那个卖咸脆花生的大剧佬 他一听见有人叫冤枉 就玩着那个竹篮 噔噔声走入大堂里面 接着没多久 就听见里头有人叫 不要吵啊 袁太野升堂啊 升堂 噔噔噔噔 你整个听笑了 心想 他还挺有趣 刚刚正说卖咸脆花生 啵啵脆 一回到大堂 噔噔噔噔 咬起唐威来 我这么大个人都没见过 这样升堂的 看看才行 李诚正说想逼那些看东西 这个时候 有几个警察在后堂摔出来 一个二个摔到他上气不接下气 隔夜风露出着 他们一走到大堂门口 就在两边立正站定 大声地叫 有请袁太野 声音一停 只见在后堂有个人走出来 李诚仔细一望 只见这个人四十多岁 中等以上身材 脸色就肉这么白 眼眉撩撩撩细细 木光炳炳 三流黑酥 垂得落空前 样子是几好 几够威 他公案后面坐下 就大声感问了 喂 警察 先头哪个激鼓鸣冤 带他进来 各位 扣准就升堂审案 这件案挺有趣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